哈喽大家好,这里是Crystal 点进这支视频的你是不是有以下的问题 1.记不住 2.记完就忘 3.进度比别人慢,很焦虑 4.背的东西太多,背不完感觉无从下手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就会帮你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 首先我问一下大家背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背书的核心思想绝对不是说你去把整篇文章照样的背下来 不是的,它不是去背句子而是去背意思 那么背书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理解,第二个步骤是背诵 第三个步骤是转述 所以你看一下你在过往的背书当中是不是缺少了理解 或者说缺少了这个转述的过程 好,第一点就是针对这个段落的背诵 这个段落的背诵可以是解答题,论述题或者是名词解释 无论是段落还是章节还是整本书 其实它的内核是啥子 内核就是逻辑 所以我给大家提了一个方法 就叫做逻辑图像法 这一个方法你们可能不晓得 是B站著名哲学思想家 我自己说得首次创立的 所以在今天这支视频大家有福了 第一次知道这个方法 并且十分的高效 那这个方法你需要掌握三个小点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做关键词 你需要去提念整篇文章的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怎么去提念呢 就是说你要去找那种动兵关系 然后去记那种名词 而且特别是一些特殊的点 比如说时间地点这种很确切的东西 你这个得去死音背 这个是关键词 然后第二个就是5WH方法 特别针对是事件型的这样种背诵 我在之后也会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么第三个就是符号或者是图像 因为科学证明如果一个人运用图像 或者说他运用符号去记忆 非常有利于我们去理解 也利于我们去记忆 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我接下来用两个例子来给大家举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记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到它其中的关键词 以及它的逻辑关系 那怎么样去找到关键词呢 就要去找动兵动兵啊主要是去记那个兵语 那个兵语就是你可以提炼的关键词 比如说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意识就是那个关键词 在追求本国的利益对吧 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发展是一个另外一个关键词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心形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对不对 一个关系 然后呢干嘛呢 同则共济 全则共担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那么其实这段话 你一定要理解它的逻辑 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在十八大当中提出了一个什么理论 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先要有意识 对吧 你先要有一个意识 什么样的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然后干嘛呢 然后你就要去行动了 怎么样去行动呢 其实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要关心一下别人的利益 追求自己的发展的时候 关心别人的发展 然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 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平等均衡的心形 全球伙伴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 我们同舟共济 全责共担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什么 逻辑图像法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党的十八大当中提出了啊 这个引号对不对 提出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啊 然后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呢 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谋求本国发展的时候 又要促进各国共同的发展 对不对 然后形成一种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平等均衡 你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小三角啊 平等均衡的心形合作伙伴关系 对不对 这个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同舟共济 舟嘛 小船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扁担 对吧 一个是权 一个是权 权则共担 然后最后干嘛呢 促进了利益 对吧 促进了什么利益 人类共同的利益 增进了人类共同的利益啊 这些东西呢 是我自己想的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去编 属于你自己的符号 你自己的一些记忆快捷号 也就是把这么大一段话呢 你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逻辑图像啊 非常方便你去记忆 而且你在回顾的时候 你在复盘的时候 你可以就拿着这一篇纸 然后你去记忆 去复习 然后我们再来举一个事件型的例子 事件型呢 就是由于每个专业课不一样嘛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啊 方便大家一起来去理解 事件型就非常有利于 大家用5WH的方法啊 5WH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when,where,why,who,what,how 我们就一一来 五四运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1919年5月4号 地点呢 北京 为什么啊 它的原因是什么 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啊 它是一个导火索对不对 然后有哪些人参与呢 青年学生为主的 还包括了广大群众啊 广群,广大人民群众 市民工商人士啊 等阶层共同参与的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场爱国运动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性质啊 它是一场反地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对不对 然后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通过事情罢报啊 这是我自己给它浓缩的啊 是是什么 游行示威 请呢 请愿 罢是什么 罢工 暴 暴力 对不对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运用谐音和想象的记忆方法 事情罢报 是不是还蛮顺口的 事情罢报啊 你多读几遍就可以 然后呢 如果还记不住 你可以运用想象 对不对 一群人啊 我就拉到这个街上 拉到街上 我们干嘛呢 我们游行示威啊 脑海里面想象那个画面 然后我们去政府 我们去政府干嘛 请愿 然后他旁边的这些工厂 是不是看到这么一群人 他也加入了 加入了他就干嘛 罢工啊 最后啊 请愿不成功 我们就可能使用这个暴力 对不对啊 就用这样一个联想的方法啊 在脑海当中过一下那个画面 事情罢报 最后呢 我们再来把它串在一起 五四运动就是 1919年5月4号 发生在北京的 以青年学生为主 广大群众 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 共同参与的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或者说你可以加在里面 通过游行示威 请愿 罢工 暴力等方式的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然后最后加一个 其导火所示 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 反正呢 你就是通过5wh的方法 去提示自己啊 有这么一些点 然后你自己通过自己的语言 把它串在一起就可以了 包括你到了考场的时候 如果你记不起了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提示自己啊 你应该写哪些点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针对这种选择题 或者说必须要记的那种 人类啊 作品类啊 这种没有什么逻辑性的 这种题呢 应该怎么样去记呢 第一点啊 谐音法 第二个呢 是联想法 第三个呢 是根据题目去记忆 其实我在上一个举例当中呢 就已经给大家运用了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选择题的 更加直观的例子 比如说 四大名山和四大菩萨啊 它对应关系非常强 所以它选择题很容易考 我们可以去找什么 谐音 选择题 你根本不需要 把它默写下来 你就去找 它其中的一个关联 然后你把它选正确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 五台山和文书 这个五文 是不是文武双全啊 这么一个谐音啊 非常的好记 对不对 然后浙江浦陀山观音 这个音 哎呦这个浦 是不是有音浦啊 乐浦啊 音浦 对不对 然后呢 四川峨眉的浦衔啊 这里有一个浦 然后前面是个川 川普 那是不是非常著名的人呢 或者说美浦 美浦啊 是不是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美浦的东西啊 非常的谐音化啊 还有这个什么九华山地藏 这里是不是有个华 然后这里有个地 是不是地板很华啊 地华 对不对 那么我在这里呢 省略了其中的一个 你去找谐音的过程 我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啊 提供一种方法 那么第三块呢 你要去干嘛 就是一定要去复盘 这个复盘呢 大家也要注意几点 第一小点就是科学证明 人的大脑有一个五次记忆法则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一二四七十五 这五天你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巩固 进行一个复习 那么第二个小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利用好睡前记忆和醒来记忆 因为你在睡前 你的大脑是不接触信息的 而且你这个背诵环境还相对安静 你这个时候背诵的东西 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大脑呢 会帮你去巩固 那么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你这个脑口很清醒 你没有想起 你没有回忆到的东西啊 你第二天早上去看一下 就可以加持你的印象 第三点呢就是 你一旦开始你就要坚持到底 你比如说你从10月下旬或者11月份你开始去背了 你背了你就得坚持 就像我上次视频说背单词一定要在一个月内坚持去把它背完 就不要中间斩断了 OK 大家可能第一轮背书啊比较痛苦啊 战线很长 但是我跟你说你只要熬过第一轮 你这个第二轮啊会非常的轻松 第三轮第四轮 甚至到你考前你可以一天就背完一整本书 对不对 那么第四个小点就是你可以动用多个器官 你一边默写那些关键词 然后你一边口述出来 或者说你可以采用那个录音法 口述的时候录音 然后你走录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去听音乐了啊 你就可以听你这个录音 那么第四小块呢 就是大家有一些关于记忆的疑问 比如说第一个小点就是 大家觉得这个专业课太多了啊 无从下手哪个半呢 可以从真题入手 这种真题它考的肯定是重点 那么这些重点你就看 它在这个书上的哪一个章节 这个章节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没考的这种考点 记住重点 记住重点章节的其他没考的知识点 完了之后呢 再去记那些还没有考过的章节 第二个小点呢 就是大家很容易去比较啊 我听说我同学他都 专业课都背两三遍 我第一遍还没背呢 咋办呢 就是慌啊 你这个焦虑啊 别慌啊 别焦虑 我跟你说 他背完了啊 他之后肯定是会忘的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人的记忆曲线 他如果不就是复习的话 他肯定会忘的啊 所以我们只要把握好10月下旬 11月12月 特别是最后一个月 大家一定要专注 反正你就去背诵 你就坚持到考前 哎 你肯定可以的 你没有问题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些记忆的方法 和记忆一些小技巧 那么其中那个逻辑图像法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呢 也给大家做个预告啊 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方法运用到 消四主关题的背诵当中啊 已经把这种逻辑给大家找出来了 然后给大家做成视频啊 纷纷的呈现给大家 所以大家 Don't worry 你的政治主关题根本不需要担心啊 只需要关注我啊 顺便再给我一个三连哈 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这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